鄉親啊 繼續是這個政團的消息 行政議長所很像 早沒到二燦飯店請購丸吃飯 記者跟他問說 這是不是你的必業餐會 所有議長都沒有回答 就怕一個回答 另外一邊 要參選民進黨黨主席的副總統 如果請到蘇林來基辦 向東元報告的請見發表會 立委孤家儒也來參加 但孤家儒 從一陣子在會場開始 就一直讓東元把警惕和討厭 可以說是讓人命到麻煩鑽道會 院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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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畢業餐會嗎 來到二燦飯店請購丸的人吃飯 面對每天發生 憲政議長所很窮 不因為 緊緊去會場裡面 因為最近入閣街祖 風聲風雨 未來怎麼走也不知道 民進黨加油 對比蘇晉昌那邊的燈黨興奮 參選民進黨主席的副總統老清張 來到台北市檢察 向東元發表政見 這個出場就受到支持這個環境 不過半年來 廣東就立委高家儒 就沒有這麼好過 不知道他們到底掛這個黨籍要幹什麼 不喜歡這個黨就退出了 普安高家儒 弟弟在批評政府 民進黨員大了在他夾 為高家儒一個鎮庭 還有人大聲的價格落台 也用參選黨主席的六千塊聲 要求高家儒開圖當作 很多人罵我 我聽到了 雖然有不同的聲音 但是我們都會反省 檢討 傾聽 你們不要再生氣了 民進黨是大明大方的政黨 但是如果繼續用無事的事情 你攻擊十五雄文 請到做黨主席 絕對兼職 兼職 民進黨來報兩派聲音 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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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未來民進黨主席的一段難題